大家好我是绵羊给大家看看我的look 每次搭服装的时候都会觉得头空空的偶尔会带一些bling bling的发墙 然后这一套衣服是同一家店买的 我觉得衬衫配上一些背心的话会显得比较有学生气息看起来很文静的感觉 看一下我今天的style 有一点点类似棒球可是它的材质 这是风衣面料 然后练舞的时候我会选择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它就可以跳舞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嗨 这是非常的也不会厚余暴露 然后里面是一个吊带舞的浦派 然后这是一个我昨天在安琪买的场合的 也非常棒 然后鞋子就是鞋子就是我买的卡巴 然后还会有耳饰 这是一个十字架 因为每天带耳饰 会让我的心情觉得开心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样 这个F&M的这个耳环 它就要十九块 十四块九 可以 然后这个是一个卫衣 然后这个是一个卫衣 也是酷炫的 跳舞歌 其实这一套我非常喜欢 就是混搭西装的方法 我上面西装外套是格子的 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西装裤 但是搭起来呢 就是混搭的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不一定一定要同一个颜色 所以现在我带来记录我的穿搭了 只能在厕所记录一下 你们看我今天长这样 然后本来我带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 但是它很容易掉 而我的耳环本来是相搭配的 但是我失败 这是今天的穿搭 这个材料超级舒服的 然后很酷炫 然后女生穿的就是有一种中性风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 这两个是相搭的 然后下面本来是一个短 但是我后来穿成长布 然后你们想要显高腰一点的话 可以把一边这样子的捋上去 就会好很多 那段时间我真的好喜欢戴十字架耳环哦 虽然我现在也很喜欢 偶尔酷酷的搭配也很不错 好了本期运动风穿搭 到这里就写数了 然后这些是我没有记录在视频的一些穿搭 这一期可能比较简短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